叔叔 妈妈怕烟味 作为家里的男人 我们得好好保护他 所以我们选了方泰智能油烟机 蝶以环膝四面八方不跑烟 保护他的美丽和健康 近日 闲市金融集团一年一度的 圣诞新年晚宴 即表彰颁奖典礼在紫金盛宴举行 近百人共同见证了 2016年闲市金融集团的 骄人业绩 在当天的晚宴上 2016闲市金融大事记短片 首先与大家见面 短片呈现了闲市金融集团 2016年度的重要盛世 闲市金融集团总裁 闲生林先生 荣因加拿大杰出华商 2015风云人物 闲市金融 近2014年2015年后 第三年入榜 加拿大利润500强 由闲生林先生 和华商经营投资创立的 主要为加拿大华人移民朋友 服务的加拿大一级特许银行 加拿大第一财富银行 Wealth One Bank of Canada 正式开业 闲市金融集团总裁 闲生林先生 在致辞中说 2015是一个记录年 闲市金融2016年的业绩 又比2015年增加了50% 颠覆了2015年的记录 咱们华人社区呢 自古以来的文化 对保险作为理财工具 不了解 还有个别人呢 对它可能有敌注情绪 这正是我们一种责任和义务 来宣传 来教育大家 来引领他们进来看一看 这个保险行业的精髓 和对大家的受益 所以大家看懂了 中国人都很聪明 所以都会成了我们的 非常好的客户 伦敦人寿WEPG副总裁 John Davidson先生 亚洲市场开发总监 Wireless施 和业务开发总监 Tad也先后上台致辞 祝贺闲市金融2016年 所取得的卓越成绩 并对2017年 闲市金融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晚会的利益重头戏是表彰典礼 2016年 闲市金融涌现出了一批 业务和客服精英 多伦多总部的Emily Cassidy 曹雷和温哥华的Sophie Zhao 获得最佳客服奖 曹雷同时也获得了业务发展奖 加西分公司李玲 获得年度最佳客服团队奖 和年度总裁奖 在竞争激烈的理财顾问奖项中 业务副总多伦多王小达 和加西王化 获得环球百万圆桌达标奖 业务副总沃泰华邵云峰博士 今年1月达标环球百万圆桌内阁会员奖 业务副总王志达标环球百万圆桌顶尖会员 就咱们华人做成一件事非常不容易 那我们的话是随意是老移民 那就是非常喜欢的帮助新移民 如果有人在各个方面 需要我们公司服务 需要我们公司提供建议的 我们都会非常乐意的做好我们的服务 此外先生林在接受国际电视台采访时 对于近日媒体指称 其在等待第一财富银行 获得开业令期间 参加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出席的 华商筹款活动引起的争议 也做出了回应 我们这个加拿大第一财富银行 不是我建了加拿大特鲁多总理之后才批准的 而是在去年加拿大自由党还没有上台的时候 上一届的保守党在2015年的7月23号 财政部党亲自签发批文来批准这个银行成立的 当晚兵主在享用美味佳肴的同时 还一起欣赏了闲市金融同事和朋友们带来的精彩演出 加拿大国际电视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